大家好 在这个Webduino Broccoli的范例呢 我们将会介绍如何使用LED点矩阵加上回圈以及等待的功能 那来做出一个秒数显示器 那这边一样我们先把开发板放进来 然后把点矩阵放进来 脚位设定为9011 接着呢我们就要放入一个回圈 那因为要做一个秒数的显示 所以我们这回圈就要做一个无穷的回圈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次数 我们就选第二个 那第一个这个是当怎样的时候这个回圈会停止 所以我们这边就不选用当 我们就选直到 那我们如果说没有设定条件的话 他就会永远的一直执行这个回圈下去 那再来我们就要来显示这个秒数 那一开始我们就先来显示 然后把控制台打开 这边有一个现在的时间 OK 然后再来我们要把这个点矩 把这个秒数显示在LED点矩阵上 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LED点矩阵 然后这边有一个显示图形 那我们不需要这个代码 因为我们要换成秒数 但是要使用秒数的话 我们就来用这个数字的功能 那在这边我们已经做好 这边有一个数字的这个积木 把它放进来 然后这个拿掉 然后把时间也给放进来 然后换成只有秒 OK 但是这样子我们还需要一个延迟 就是那我们就使用这个等待的功能 等待在这边 然后让它等待一秒 那这样子它就会每一秒都去做一次这边的事情 那我们就来执行看看 OK 好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在这边呢 它有显示我们现在的时间 然后LED点矩阵这边 就会把它的秒数就刚好读取出来 那这个就是用LED点矩阵显示秒数 那在这边我们就用到了这个回圈 还有等待 以及LED点矩阵显示数字的功能